上個月,習近平在公開談話上強調 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超民主 但這是真的嗎? 本週一,北京市區級人大代表中的14位獨立候選人 因為遭受政府壓力,而正式宣布退選 聲明裡面表示,他們自從宣布參選 就開始受到警方的死守監視 有人被帶去派出所喝茶,有人被限制活動範圍 還有人在預定要去選舉宣傳的當天,被遠景帶去旅遊 聲明的最後寫下,在恐懼與壓力之下 為了我們14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 我們宣布停止獨立候選人的參選行動 這14名候選人過去都長期為民眾爭取權益 他們認為,地方人民與公部門之間 根本找不到溝通的對口 所以想要自己站出來,成為能被找到的名帶 可惜在被人民找到之前,他們已經先被警察找到了 想要舉起人民的法槌也不行 習大大,你說好的民主呢?